大家好,我是Tom 回到來玩角落生物農場 現在的進度去到16級 開了一個新的建築 母雞小屋 需要3000個金幣去建 花費時間要2小時 等母雞小屋正在建的時候 看一看公告 有個活動獲得量增加 這個金幣10月29日至11月4日 在這個活動期間完成訂單獲得更多的金幣 金幣會變成1.5倍 主要是點擊訂單 去完成委託 可以獲得更多的金幣 注意一下火車的貨運是沒有獎金的 右下角這個 訂單 看到金幣的數字變成藍色 已經是1.5倍了 只要交貨 可以獲得錢和經驗值 如果你是沒有那些商品 可以按垃圾桶 放棄 並等待20分鐘或者看影片 直接有下一份訂單 那些商品可以在乳牛小屋 麵包店 日式甜品店 和牛奶作坊 那裏做出來的商品 轉眼間已經建好了 無雞小屋 無雞小屋 為這個資料給他們 一開頭只有兩個空間 可以生產雞蛋 需要時間一小時 開頭只有兩個空間 如果再追加藍位就需要金幣去開 那些雞蛋呢 遲下就可以拿出去賣了 那今次玩到這裏 那下次如果有新的進度的話 再拍片跟大家說 下集再見 拜拜